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是调什么东西 今天我们在国际上 西方社会看到的meditation 很多把瑜伽称为meditation 那么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调形体的肢体动作 怎么使自己的肢体柔软 怎么摆姿势好看 通过这个形体的调整 以为这就是meditation 以为这就是目的 这就是目标 实际上你把自己的形体弄得再美 也是一具尸体 你现在年轻漂亮 你等着老的时候 也是一个干枯的 没办法看的一具尸体 所以这个就失去了meditation的核心 和我们冥想打坐 禅修的这个核心 所以在调身这一节 我们西西家 让大家明了 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调身 那么调身 是要达到什么样一个目的 这样呢 大家就真正明了 就不会被一些社会上出来的这些 所谓的打着meditation 打着禅修 打着这个冥想的旗号 误导 你们这些爱好者 去浪费一生 实在可惜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调身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古代人怎么讲 所以在我们的中华古文化中 强调 自天子一助于书人 一世 皆以修身为本 这指的调身 古代称为修身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人我们称之为不务正业 你做政治家 做思想家 做商人 做教授 那实际上你都是不务正业 那么什么是 人的正业 人这一辈子 要干的唯一的一件事呢 说在中国的大学这本经书中 强调了 自天子一助于书人 天子就是国君 那么比方说现在的首相 现在的国王 现在的总统 至高无上 那么到一个普通百姓 中间是部长 这个商人 无论是聚商还是小商 那么你还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教师 还是一个大学教授 无论你是什么身份 你只要是一个人 那么这一生 只有一件事 唯一的一件事 是根本 这就是什么 修身 修身 所以我们今天 都在夸耀自己的行业 夸耀自己的身份 夸耀自己是谁 实际上这些都是职业 本利而道生 本末道直 这是今天的人 迷失了 昏迷了 愚赤了 导致的一个结果 实际上人活着就一件事 修身 就修身 你是通过什么修身 你通过教书 教学来修身 所以你是个大学教授 你是个中学老师 小学 幼儿园教师 你是通过政治家的身份 来修身 你是通过商人的身份 来修身 你是通过一个工人的身份 来修身 你在你的社会范围中 活动范围中 最终要达到一个 使自己的身修 这样的一件根本的事情 那么待会儿你再看 修身有多么重要 那么为什么要修身 在佛门中他强调 人一辈子要开智慧 怎么样开智慧呢 你先要有戒 戒是什么 知止 就是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这叫知止 叫忌止 你戒住了 以后你能入定 所以这叫忌止 而后的 既定 或者禅定 禅定之后 你能开智慧 所以是佛家讲究 戒 由戒入定 由定 开会 定会等量 方位胜前 现在很多人狂禅 自己有一点思想 有一点主张 有一点见解 狂妄得不得了 一看就是二两鸡毛定 张张扬扬 清清福福 什么意思 没有定力 人家有定者 稳如泰山 泰山崩于前 面不改次 心不掉 人家说你几句不好听的话 你就蹦起来 跳起来骂人 这叫没有定力 你没有定力 你有一些知见 有一些所谓的见解 这个叫狂禅 什么叫狂禅 就是你只不过 把那些知见 见解 当成了智慧 实际上那叫狂慧 就像一个人 癫狂了 精神病了 他想的东西 一般人想不出来 他说的话 一般人听不懂 有一些人就觉得 你说的话我听不懂 你是大学教授 你是个思想家 你是个艺术家 你的作品我们看不懂 这就把他奉若神明 他讲佛经 讲的天花恋坠 讲的我们听不懂 很多人奉这样的人为圣者 有的人甚至说什么宇宙语 说天话 你知道他是说的天话 是鬼话 你听不懂 然后以为他是神圣 以为他开了智慧 这叫狂慧 没有定的慧 没有定的慧叫狂慧 只有定没有慧的 叫死禅 什么叫死禅 就是禅的目的最后是 要达到明 明心见性 开智慧 你在禅中 一定八大节 一定几大天 几个月 几年 不出定 你有这样的本事 但是人家 请你讲讲经 开示一下 一句话说不出来 这叫死禅 这不是真正的禅法 这不是真正的meditation 真正的meditation 真正是定慧等量 有多大的定力 就有多大的慧力 有多大的慧力 同时又有多大的定力 所以叫定慧等量 这种是圣贤 所以很多圣人留下了自己的经典 留下了自己的言论 那么这些成圣的我们称为经 这些达到贤圣水平 还没有完全达到佛 达到大楼金仙这样的水平的 我们称为论 今天在有经律论三藏 律就是戒律 各种各样的 为达到定慧等量的 而给你的一些约束力 那就是律 纪律 所以这个经律论三藏 是古人在定慧等量的前提下 的正量 所以我们修身的目的是干什么 是真正的通过修身开智慧 所以在大学章句里面 讲到知指而后有定 指刚才就是戒指 那么你就可以入定 定而后能静 这个叫静体安心 或者静体安神 就是你的身体先要不动 身体先要静 静下来以后 你的心就安 安了以后 你就有神思 所以就能律 律是心的作用 然后安是心 安了以后 你才能够产生神思的律 律而后能有所得 所以这个律而后能得 有所得 那就是开了会了 别人在这个方面 没所得 你有所得了 你开了会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是孔子的学说 那戒定会是 释迦牟尼的学说 那么再看看老子一派的学说呢 更为具体 闪明的更加细想 那么我们来看 怎么说呢 说 复身为神器之窟宅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的身体是个什么东西 它无非是神和器的宅子 窟是什么 窟是窑洞 我们今天是敦荒石窟 墨高窟 窟是什么 窑洞 这种大的洞穴 叫窟 这个敦荒石窟 墨高窟 这些里面都藏着大量的经典 藏着佛像 是这样的巨大的山洞 空体 那么我们的身 宅子是你住的房子 房间和房子 那么身是个什么东西呢 它就是神 神和器的房子 简单的来说 神器若存 如果这个神和器 存在这个宅子里面 那么你这个身体就会 康 利剑 就会有利器 就会涌建 神器若散 生难死焉 就是你这个躯壳会不会活啊 这只不过是个房子 这只不过是个房子 里面主人没有了 这个房子很快就朽坏了 没有人住了这个房子 很快就朽坏了 那么谁住在里面呢 神住在里面 神住在里面 神器合一 因为只要有神就有器 为什么 这个器是神的母亲 母子相报 老子说 经典说是什么 以知其子 父守其母 什么意思 就是你知道神为子 实际上器生的神 这个古人说 炼精化了器了 炼器化了神了 神是儿子 那么器是母亲 那么器的母亲是精 所以精化了器 精是精华物 精华物化了五脏器 化了五行器 五行器又生了五脏神 五脏神住在身体里面 身体有了主人 所以是 这个身体有人住 这个宅子有人住 这个宅子是活的 它就不会朽坏 就不会发生霉变 所以是这个神器 如果散了 不在了 那么身乃死严 这个身体就干枯了 就朽坏了 若欲存身 所以你想使自己这个形体美 使自己这个形体能够康健 有力气 所以你要先安神器 若欲存身 先安神器 既器为神母 神为器子 神器若去 长生不死 怎么使自己的这个身体 获得长生 获得炎兽 获得健康 无非是一个神一个器 神是子 器是母 所以老子说 已知妻子 父守其母 为什么 只有母忘了 子才能忘 只有器 万器本根 只有器充满了 器饱满了 你体内的神才忘 神忘 你就神采飞样 你这个肉体就光鲜 你这个房子就漂亮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一个人昏昏沉沉 他长得再漂亮 也没有神采 人也不会喜欢 当然也有喜欢病态的 就是林黛玉 梨花黛玉那种 病痒痒的 那是你的心有病了 才喜欢病痒痒的 人都喜欢青春年少 充满活力的 所以你有心有病了 你会喜欢那种 病痒痒的病痒子 那是你体内太阴 所以正常的 都喜欢充满活力的 青春朝气的 这样的肉体 这样的生命体 所以神器若具 长生不死 那么这一段 告诉我们是什么 你的身体 是不是很重要的 不是 身体只不过是个房子 那么里面的气和神很重要 从某种意义上 神和气来讲 气更重要 以至妻子复受亲母 这老子讲的 只有把母本排出来了 母本保养好了 然后你的神就 神采飞样了 人就精神饱满 神采飞样 就清纯亮丽 朝气蓬勃 若欲安神 先须炼元气 气在身内 记住了 在哪里炼元气 气在身内 神安气海 你要把神安在哪 神是前面是神石 这个释迦牟尼叫神石 神石呢 在中文可以叫心意 全凭心意下功夫 所以你这个神安 就是神石安在气海 心意安在气海 所以是气海充盈 心安神定 只有这个气海里面有气 你这个心才安 你神才定 定若不散 身心宁静 我们之前讲到 食素者 自己的身体是 耗散结构态 也就是说 你自己的神气不能存内 精神老是在外面 一天到晚在外面追求 财色明十岁 地域五条根 你不肯向内内守 你不可以使自己的神 安在气海 使自己的气海 气海在肚脐下面的四横指 这股气会生到 这个自己的下单田中 肚脐后面 命门前面的下单田中储存 说是下面是气海 上面是气血 气血是自己的肚脐 里面向下四横指 就是向内侧 向脊椎骨方向的四横指 那叫气血 气海是一个 中医也讲的一个血位 所以是大概相当于 我们的前列腺子宫口 如果是在身体正中线 气海是属于韧脉血 在身体对应的正中线 就是前列腺 生发宫这个地方 所以你要把神气 存在这个地方 心安神定 定住它不散 什么叫戒定会 坐在那儿 死人一个 那是不是定 不是定 你现在看什么是定 心安神才定 定若不散 这就是戒定的定 戒定会的定 定若不散 定是气定 神定 心定 心安了 神安了 神定了 气定在这儿了 气宁在这儿了 定若不散 神和心都静下来了 神也静了 神怎么样能静 气静了 气宁了 气不散了 然后神就静了 宁静了 心怎样能静 心静 长玄西天月 心怎样能静 气聚了 气冲盈在气海了 同时心意在气海 神定在气海 这个时候 你才能真正的 心静长玄西天月 静至定聚 静至 至是极致 静到不能再静了 极致的时候 这个时候定就完整了 这才叫戒定会的定 我们今天整天在那戒定会 戒定会 我这个不做 桌不做 众善奉行 就是戒定会 不是 你这只是戒 定是气定 神定 心定 宁静态 然后 气安置在自己的气海 能够聚在这 所以 这个时候静致定聚 身存 年永 你如果达到这个水平以后 人能长清净 天地 西结轨 天地 所有的能量 都聚在你的身体里面 那么使你的身得以永存 寿命得以永年 永年是什么 就是不死了 是常驻道远 自然成圣 在这种状态下 你自己的气 聚在气海 产生了宁静态 身心都宁静了 然后常驻道远 这是源头 道远 道是什么东西 声光 声光的机制 是源头 是不是 那你这个时候 气充盈在自己的气海 天地 西结轨 阴阳 劈拉啪拉在那放光 这个时候呢 自然成圣 这个常驻道远 安置在这个地方 恍兮呼吸 呼吸恍兮 无人无我 那么光化自己的肉身 因为光在那 劈拉啪拉的 天啊地啊 前啊 后啊 左右啊 三对阴阳 这个毛友 脉中间的阴阳 润度脉中间的阴阳 中脉的天地阴阳 这就是六能金刚处 三对阴阳 从百慧到婚姻 一个阴阳 从前面 肚脐到命门 一个阴阳 毛友脉的腰孝穴 代脉上的两个穴 在你的左右两侧 的纵向 和你的代脉交叉的 那两个穴的阴阳 也向内凝聚 最后凝聚在中央 一个点 形成了道圆 那么在这个时候 里面不停地放光 生成光 光化自己的下丹田 这就立了地基了 这叫清地平基 你盖高楼的地基建成了 再往上一层一层楼的盖 所以最后把自己的生命 再造工程完成了 所以这是什么 自然成圣 常驻道远自然成圣 气通神境 神通会命 命助生存 何欲真性 日月其灵 道成秋境 什么意思 在这样的状态下 你的气通神境 神有没有一个境 神的世界叫神境 所以这就是什么 炼气化神 化神 神境到底有多少的神境呢 这里面有自然天成的神境 比方说我们的体内的五脏神 魂魄神 那这个是什么 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自体 本带着 你是生命 你是生命 你本身就具足的这样的神 叫本体神 也就是说大家如果是一个健康人 这些本体神怎么样 每个人都要神权 你不能丢了魂拉拉破了 你不能失了神了 心神不在了 然后六神无主了 你这都是什么 这就不是神境了 神就乱了 里面就是乱境了 所以你打带一个自然太康 安太的神境 你要气通 气通 万气本根 为什么前面调息 我们讲到气的时候 给了大家更多的教授 气为本啊 气为根啊 气通神境 那么神都活跃了以后 神通会命 你这个时候 这个体内的自然神 三魂七魄 五脏神 细胞神 都通了 然后这个时候 开始练什么 开始练 身内身 这个上一堂课我们提到 我们的肉体是从无中生身 身中又生身 这样生起来的一个五脂之身 樊躯 这个肉体 原本父母 这个 给了我们DNA之后 最开始的本出 我们是无形的 你在卵细胞里面 是没有任何的形状的 说从自己 原本是零的时候 它是空性的 没有任何形状的 这个一个零点 这个时候你没有身 父母DNA 纠缠着 把你这个明点缠在一起了 这个时候也没有身 是无身 但是已经有身的种子了 你开始长得 准备着像父亲和母亲 准备这样慢慢长大了 这叫全息 你已经开始有全息种子 你是灵体的时候 你没有种子在里面 有情来下种 有情没来下种 你是灵体 有情来下种了 你有种子了 老子说 道生之 得序之 物行之 你现在我们人 是父母给的种子 说我们长出一个人的身体 狗呢 是因为狗的父母 给他的种子 所以他长成狗的身体了 花草树木呢 是因为花草树木的父母 给了他一个种子 所以是 他长成花草树木了 万物的细胞生成的 细胞的种子 叫DNA 叫基因 决定了他的物行之 是长成什么样的物 你看古人呢 就是这样的科学 没有完全说 我们是神造的 神高兴就把我们造的漂亮点 神不高兴就把我们造的丑一点 那是后期的封建迷信 那不是真正的科学 生命观 也不是真正的大道学问 大道学问是完全没有迷信 完全没有人为主观的一些 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里面的 它都是描述的这个实相 所以我们原本是没有身体的 后来在全息的这个作用下 我们开始有了第一个细胞 然后所以我们才开始无中生有 生出身来 那么第一层的身是什么身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要加工一个金属器件 我们先要在电脑里装入一个程序 要把它加工成一个螺丝 还是把它加工成一个驰轮 还是加工成另外的一个零件 你先要有一个信息 这个叫全息信息 这个种子也可以说是种子 你先要有这么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前期在人 在生命界这个信息是什么 这叫场 也就是说还没有实体物的时候 有个全息场展现出来了 那这个全息场是你的第一层身 也就可以说是土纸身 或者叫影子身 因为有了这个 将来你的肉身要按照这个长成 所以未长肉身之前 先有一个影子身 最后这个影子身 根据这个影子身 然后吸收天地万物精华 最后长成了自己的肉身 那么这个影子身 它是怎么来的 它有我们体内的经络 气血 有纵向经络 横向经络 这个左右的斜拉经络 中央的支撑经络 三脉七轮 这样组成的一个影子身 然后这样一个影子身 这样一个场性身 然后再按照这个 把我们的肉身长成了 今天我们只看到的是肉身 你忽略了肉身的先天软健身 这个先天软健身 古人就称为身神 有了这个神才有了这个形 有了这个形 要使那个神和形合一 叫身形合一 这个形身 是我们肉长成的 这个神身是气合成的 万气本根 是气合成的这样一个神身 神身再生身 全息长出我们的肉身 这是古代 对生命科技的深度认知 今天我们的生命科学 还没有达到这样的 以身生身再生身 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认知 只是把这个肉体身 支离破碎的 把它解剖成细胞 五脏 一堆臭肉 然后胳膊腿 骨头 这么巴拉的稀烂 这样在巴拉的稀烂的时候 你把自己的那个全息 气身 全息身 因为肉体的这个破坏 也把那个身给破坏了 因为形神合一 行被破坏了 那个神 没有形可一 所以神也被破坏了 这是古代的以身生身 先有一个全息的模型身 模具身 这个是叫信息身 或者叫场性身 我们称为神 神体 由这个神体再生肉体 再生肉体 这就是古人所说的 从无身到有身 从有身是透明的 不可见之身 做决策 做摸本 做标本 做这个全息的 这个决定的 最后把你的肉身 长成了 以身 生神 里面形和神合一 这叫身神 所以眼耳鼻舌身 各有神 我们的肉体身 里面有一个 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形 里面有一个神的体 叫身神 除了整个身神之外 我们还有什么 眼耳鼻舌 各有神 各有神 那这就是身内神 自然的形体神 每个人都是具足的 所以是神通会经 那么我们对眼睛看不到的世界 96%的世界 那么谁才可以去通 谁才可以通 这个智慧 到底是只是4%的智慧 还是会深入的 牵扯到96%的 加4%的大圆满的智慧 那这一定是神通 和自己的后天的智慧 这两个神 智 都通 你才能知道 你才能知道整个圆满的世界 圆满的法界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 所以是神通会命 命助神存 什么是什么是你的命 你不要以为你的这个肉体是你的命 肉体之外的命 神体也有命 他也有寿命 他也有寿命 那么这个神 以你的行坏而坏 行存而神存 所以这个 你此后 你哪怕是烧成灰 做成骨灰盒放在里面 做成 埋在土里的 这个变成了骨头架子 这个 你还有一个神守在上面 那么通常这个就是三魂七魄里的 一个幽经 一个幽经 这在将来的三魂七魄课 课程里面再给大家习讲 所以在这里面 这个神通会命 会命 这个会命 它包裹了百分之四的命 和百分之九十六的命 所以我们肉体上的很多的疾病 很多的故障 我们机器坏了 叫故障了 汽车坏了 叫故障了 人体有病了 就是故障了 那人体有病这个故障 不光是你的肉体被割破了 感染细菌了 这么简单 更主要的 还是有神 坏了 也就是你的影子身坏了 他坏了 带来着你的机器故障了 带来着你的五脏六腑 这些机器零件 故障了 所以你要把那个神 五脏神都修好了 丢失的魂魄神都修好了 找回去 失神的神都收回来了 就有人在操作那部机器了 你的肉体才能完全恢复到健康态 这就是天医学理论 天医学 为什么叫天医学 因为它包括了如始道三家 一家 还有现代西医 现代中医里面的所有的 修科里的东西 所以它是叫大道 自然天 不是一个天神的天 也不是二十八重天的天的天医 它是整个囊括了 整个虚空 在中国文化中称为天 这是最大的一个概念 不是二十八重天的天 所以是神通会命 那么命住身才存 这个命就是什么 神通会命的神通 神通 也就是说 什么叫命住身存 你的神住在你的身中 你的身就存在 如果你这些命主 命住不住在你的身体里面 生命之主不住在身体里面 你的身就不可能存 你就朽坏了吗 你就故障了吗 你就成一个破烂的机器了吗 破烂的房子了吗 所以命住身才存 何欲真性 只有这个身和命和神 能够宁 能够聚 能够安 然后这个时候 你的真性 才能够和这些东西 完整的合 你的如来性 你的真性 你的自然性 你的天性 你才能和这些东西自然合 那么你的真性 才能显现出来 这个时候 你和日月同灵 祈灵就是天长地久 太阳有多久 你就活多久 月亮有多久 你就活多久 叫祈灵 道成究竟 在这个里面 修涅槃 修寂静 修光化 然后你才能成道 你才能究竟圆满的 道成 所以一般人 都知道 我们要修心空 空性正见 在大圆满体系中 在藏传佛密 道密中 无人无我 人无我 法无我 这个都要修一个什么 修一个心空 就是心要明了 这一切都是空的 一切的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 使见如来 从心这个角度 要知道 如幻 我们所生活的世间 在明体中生起 生起的事 生起的人 生起的物 都是站住的 暂时存在 暂时拥有 暂时安住 从恒久来讲 都是因缘所聚成 还从因缘灭的 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才叫心空 在心空了的人 他才开始真心的 真心真意的去实证 正的个什么东西呢 正的要正的身空 我们现在讲修身 调身 修身调身的目的 最后是正的身空 也就是你这个肉体 身它是空的 心空容易 身空难 你如果只正了一个心空 你叫性功圆满 性德圆满 你的命体不圆满 因为这个肉身没空 没有身没空 它就带累着你的心 带累着你的灵 再去轮回转世 说在佛法中 他强调 这个法报身 法 法报化 三身成就 也就一定是要使这个肉身 现世的肉身 此生 此世的肉身 要修到空的水平 空性光明的水平 那这个时候你才报身 这是因缘果报身 你才使报身成就 报身成就 修身修了个什么东西 我们调身调了个什么 调身的终极目的 是使自己的肉体空掉 不是像你们玩瑜伽 我这个腿能怎么弯 手能怎么弯 腰能怎么去下去 这都是玩肉体的东西 这能玩出个空来吗 玩不出个空来 你反倒练自己的身体 我这个腿这个美 我这个胳膊这个美 我这个脸蛋这个美 我这个姿势这个美 你反倒迷恋它了 这哪是什么meditation 这哪是真修正修 这是贪恋人这个躯壳 贪恋这个肉体 没有把它关空 这个是大祸害 这又种下了一个六道轮回的种子 因为贪恋人生 又来人间一世 这不是真的meditation 这不是真的冥想的目的 那么有没有作用 有 它干什么 通力道路无中修 它是通过动工 来伸展你的筋骨 疏通你的筋络 这个也是调身的一种方法 在这个拿罗六法中 有一个六式体功 就是怎么使自己的身体 摆六种动作 来伸展自己 来调体内的气血经络 筋骨 那么达摩有易筋经 有洗髓经 那这些都是助你深空的方法 但是你把这个为目的 练出一个美的姿势来 练出一个美的形体来 这个不是了 不是了 注重自己的形体 多么的符合标准 一米六的个子 一米七的个子 要标准的公斤数是多少 这是什么 这是后天人定的东西 按这个标准 这个诸佛菩萨 这个弥勒菩萨 都是严重超重的 所以这个都不是人定的标准 这都不是身空 真正要把身炼空了 你一定要饱满下 为什么你处处都是里面充着气 刚才说气 你都是要有气充盈在里面 你一定是个饱满下 所以叫心广体判 一致强调这个 强调这个不是因为老是肥 老是这叫不是肥 它叫盼 心广体判 那个字念盼 肥人是走起路来 那个浑身烂晃了 肉烂嘟了的丢的 那个叫肥 所以它叫丰满 所以大家一定要练出丰满相来 你真正要修炼 你要练出手的饱满相 身的饱满相 该隆起的地方都要隆起 该凹下去的地方 你要凹下去 这是什么 这是心广体判 体判 那个字发音是判 所以大家一定要 不要拿现代的一些修身标准 调身标准 我非得要减肥 不吃东西 饿自己 是自己营养不良 你营养不良 你伤的是五脏六腑 五脏六腑伤了 你就长恶鬼相了 A4腰 小蛮腰 标准体型 多少公斤数 这就是恶鬼相就展现出来了 这是人 现代人定的标准 它不是这样的标准 刚才说按这个标准 诸佛菩萨都是严重超重的 都不符合标准的 这是 那我每次去体检 医生首先就说 你一定有高血压 有高胆固醇 有三高 我就跟医生说 我没有三高 他不信 最后结果出来真没有 他说不可能 像你这个体态 然后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是这样的正常的 我说我这都是气 我这都是气充满的 他也不懂 但你们新加坡人叫他什么 老师浑身都是种种的 为什么你们会说种种的 因为你们在练的时候 手指肿胀起来了 它叫骨胀 它不叫肿胀 肿是什么 肿是里面有细菌了 感染了 红肿 这个叫肿 你用错词了 这个叫胀 所以你手胀胀的 头胀胀的 身胀胀的 这是什么 这是你的经络系统 是由一个小细线 现在要变成一个小吸管 再粗一点的吸管 再粗一点的吸管 你的通道 通力道路无中修 你这个道路 越来越变成高速公路了 不是扬长小道了 在这样的前提下 里面又充满了气 它是像隧道一样的 这个通道中空 里面要充满气 这一充气 你浑身就有一种 胀胀的感觉 那叫胀 那不叫肿 肿是红肿 是生病叫肿 所以这个胀胀的修炼 在修身 调身这个时候 一定会出现 你们坐姿调好了 回头教你们七只坐 坐姿调好了 你一定会有这种感觉 每坐都会有 出来这个感觉 如果没出来 这个感觉是不对了 为什么我们 我们这次细讲三条 把窍诀告诉你们 就是你们很多人 练了几年 一点消息都没有 除了你们懒惰之外 就是没有掌握住 老师要求你们做的东西 你们不肯做 非得要把这些道理 给你们讲得清楚明白了 你才肯做 这不得已才给大家把窍诀 细细地给你们 点名 再看你做不做 再看你出不出来 这些效果 所以说我们真正的调身的目的 是要使自己调到身空这个水平 前面是通过身安调心空这个水平 心先要修到空 还要有明 前面的这个道成究竟 道就是光明 是不是 那么真性 性就可以真化 何欲真性 性空真火 性空真水 地水火封空 金木水火土 你只要何欲真性 他都可以化出来 化出来以后 再化你的身 身就空了 身就空了 所以最后修的自己的身 是空空透透的 要有这个身空的这么一个 觉受出来 不是坐在那儿 自己没有了 这就身空 这还都不是 这是星空 星空带动着你的觉受的空 但是你是身还没有空 为什么 里面的经络 没有通 没有通 所以我们调身的目的是 这个重要性知道了 那么你就要重视 调身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有后天 身之调 就是这个肉体身 你要怎么调 那么在后天 这个是不是摆姿势 有的人以为调身 就是摆姿势 我把姿势摆对了 我这就是三条就完成了 世界上不对的 你这些姿势摆正了以后 你一定体内要有 就像开火车一样 嘟嘟嘟嘟嘟嘟 它有气在跑的 你这就是要摆对了 那你调后天之身 你要调到什么 体内的经络 都要动 所以里面有麻 有胀 有酸 有沉 有青 有大 有小 有痒 声浩窍的痒 痒痒的感觉 有蚂蚁爬的感觉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你的气 在体内的十二的经络中 循环起来了 循环起来了以后 这个在黄庭内景经中 叫通立道路无中修 它把体内的所有的十二经络 全部左右各十二 总共二十四个经络 然后通通的给你疏通了 疏通的时候 一定有麻的感觉 触电的感觉 痒的感觉 沉的感觉 大的感觉 小的感觉 浮沉 等等的这些八处的反应 你不是坐在那儿像个死人 睡了一觉 什么反应都没有 那这个就告诉你 调身 光这一个调身 你就没达到目的 你就没有调出东西来 你就浪费了这坐中的一两个小时 白做了 白做了 所以调好了后天之身以后 调身之场的神 调内神 所以说这个叫先天身之调 这就调体内的各种神体 各种神体 所以刚才说有多少神呢 这个万神朝里 真正的神体有数不清楚的 有多少个细胞 每个细胞都有个神 那你说有多少个神 数不清楚 万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用来形容数不清楚的神 最后向你的心真心 去皈依 去朝礼 去朝礼 向你的大日如来 向你的道 去朝礼 所以这个是先天之身 就是你的体内的神 这就是魂魄 这就是五脏神 颅脑腔 胸腔 下腹腔 都要聚则成形 聚精会神 都要画出神来 这是我们要先调自己的本体神 本体神 眼神 耳神 五脏神 三魂七魄神 都要调好它 这叫先天之身 它有神体 是有形的 有形的 那么最后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通过神和身的调 和心的调 最后调灵 灵是那个金刚不坏的 最后的是调那个永恒的 那个不死的 那个金刚不坏的那个身 所以这个身要调出来 那么使这个身和神体 和我们的肉体合一 变成坚固金刚身 就是报身成就了 报身成就了以后 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都可以变成一个化身 所以叫光中化佛无数夜 化菩萨重 亦无边 所以大家要知道调身 你看这三条里的调身 调身是这样三层次的目的的 第一是调你的肉身 通力 里面的道路通力 无中修 是你自己的十二经络 七经八脉 任督二脉 毛友二脉 阳尾脉 阴尾脉 阳桥脉 阴桥脉 代脉 中脉 冲脉 都要通力 还要自己的单道脉 将来你们到高层次 还有单道脉 那么细讲 按照大圆满的讲法 有七万两千条脉 最后顶轮有三十二脉 然后喉轮有十六脉 心轮有八脉 肚脐轮有六十四脉 还有海底轮 还有生发宫的 生发宫的轮 那么还有顶轮 还有千叶宝连脉 这总共算下来 细算是七万两千条脉 脉脉通力 脉脉通畅 脉脉里面充满着精气神 这是什么 这是第一个层次 那么第二个层次 调身内本体神 在本体神都调起来的基础上 调自己的陪练神 因为你要和身外的世界打交道 你的肉身是不能够去交道的 你体内的本体神 三魂七魄 五脏神这些都不能离开身体 他如果离开身体 身体就故障了 里面没有这个汽车操作员 汽车都就在高速公路上停摆了 说他们是不能离开的 那么不能离开 你又要收拾灵光 把过去世在六道中的丢失的能量 丢失的精气神都收回来 那你要穿越六道空间 乃至上道圣居土和圣贤大交道 所以这个在真正的调身的里面 要调出一个身内陪练神这样的一个层次 陪练神有元神层次 由元神收拾灵光 达到圆满完成单神化变 能量的变化 画出自己的身外身元神 然后再从元神这个级别 练成金叶大环丹 单神化变化成玉神 都是物质的变化 不是想象力的变化 那最后从金叶环丹到紫金大丹的完成 培养出圣神 到圣神 圣神就是不死了 那就是阿罗汉身 死后以后你可以从顶生出去 带着你的所有的身的神的信息 然后入在阿罗汉的境地里面 世界里面 也是圣居土 因为它不再入六道轮回了 然后在那个地方 慢慢地涅盘 寂静 化变 那么也可以达到菩萨的水平 更高层次 那么这是 这个必须练出圣因 这个圣神还不行 因为阿罗汉还是佛门外道 因为它是个神的层次 它只有神通 它没有圣通 就是佛在法华经中讲 这个我们最终修 是不能够修成阿罗汉果 这是佛门外道 只有一佛圣 没有三圣佛法 没有阿罗汉圣 菩萨圣 你如果没达到佛的究竟圆满国地 这都是外道 所以释迦牟尼劝大家 修菩萨横 菩萨行 行菩萨道 发菩提仙 修菩萨道 不但自己出离六道轮回 还要带着如母众生 一起出六道轮回 最至圣的果报 是借这个肉身今生成就菩萨身 成就法王身 不死的金刚身 用不死的金刚身来度众生 那这就要求从圣神 再到自己的躯壳里面 黄庭 那个心中心的位置上 去种种子 把圣神做一个种子种下去 入圣胎 变成胎儿 男子怀胎 十月孝杀人 变成胎儿之后 再出体 变成胎婴 圣婴 由圣婴 再 变成圣童 由圣童 变成法王子 叫阳公长子 这个叫法王子 最后法王子 积累功的 注释流行 变成真人 真人注释流行 功的圆满 传道 弘道 度人 那这就是什么 最后功德圆满 自己究竟成就 这就是修身 这就是调身 最后要调出这样的身来 所以大家要重视 这个调身 可不是你们以为的 就是姿势做对了 这就是调身 乃是对这个身 再次的改造 身内身 身内神 身内圣 这样的一个层次 在身内调出来 还要身外有身 能够让它在身体以外的 法界中 入火不焚 入水不定 能够到太阳的肚子里面 太阳的心里面 去采太阳的精华 能够到银河系里面 去采银河系 盘心里的精华 能够到 一百四十亿年 宇宙之外的 这个法界中 去见诸佛菩萨 得到他们的加持 这就是身外身的修法 所以在密法里面 当你修出身外身以后 要求你欲以刹那间 以犯庆 在无量佛刹土中 用行身 去供养诸佛菩萨 不是念化身 不是自己的想象身 是用自己的行身 拖着五妙供 拖着七宝供 然后去供所有的 成圣的诸佛菩萨 那这都是身外身的化现 化身的成就 由抱身 而成就之后 化出无量身 在无量身中积累功德 你才能功德圆满 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在地球上 不是只是在太阳系中 不是只是在银河系中 不是只是在一百四十亿年的 这个小宇宙中 我们有三千个大千世界的宇宙 其中诸佛菩萨无量无边 我们要化无量无边身 是真的有行身 列于诸佛菩萨的面前 去供养 这哪里是你们的想象之身 念头之身 不是一念庆 是一饭庆 就是一顿饭的功夫 你能够把诸佛菩萨都供养过来 这比你在自己家里摆个佛堂 供点水果 供点花水 那哪个功德 喊了去了 数不清楚了 所以大家又知道 调身是调这个 今天要把这个讲清楚了 那不是你的姿势摆正了 就到此为止 所以今天西方社会中 这个所谓的meditation也好 冥想禅修也好 这个水平这个次第太差了 连皮毛都不算 你这个下面这几个层次 如何深修 你经典中没有 为什么经典中没有 这个只允许师徒之间口尔相传 在西方的耶稣基督 也是在门徒之间口尔相传 耶稣有很多信众 但是他门徒只有十二个 后来加上一个保罗 在镜像镜中得到耶稣的射受 那算作第十三门徒 那么只在徒弟中相传 但是他们的师徒传承体系 后来因为当时教会太黑暗 那个恶势利太基本上那些传教的圣者 徒弟们都是几年之内都被杀死了 都没得善终 所以是他们没来得及 再往下进行师徒传承 那么他们放在哪里 他们放在东正教的教堂 最完整的保留 这所有的师徒传承的东西 他们通过建教堂 后来东正教和天主教进行分裂 天主教的教堂算古老了 但是丢失了很多东西 所以是他们东正教叫正教 就是你丢失的东西 我要给你补回来 他通过在教堂中保留的这些 神圣的修炼密法 包括刚才讲的身外身怎么修 身内身怎么修 这些秘密的方法都保留着 那么在东方道学中 有一个师徒传承体系 它不是宗教 它为什么不是宗教 它叫道家 叫道法 叫道统 它不是宗教 宗教传到一个时期断掉了 但是这些师父们 成道的师父们 他们不敢把自己 传在自己手中的道法坏掉 说是人能宏道 不是一个庙能宏道 是师父带徒弟 师父要去寻找传人 把他已经得到的东西 已经修正正果的东西 正量的东西 从古道经的一个脉线 把它传承下去 所以中国的道统 这个传承 不是宗教的传承 没有断线 师父们不敢 他们能够自主生死了 刚才你们前面看到的 他可以已经是日月麒麟了 何于真性 命助生存 日月勤 所以他可以自控自己的生死 没有找到传人之前 他不会把这个行身给坏了 他流行注释的目的 就是找到传人 那么从释迦牟尼 到今天的传承 这里面也有宗教形式的传承 也有师徒口耳相传的传承 这就是说大家当神话看待的 龙树菩萨和龙智菩萨 龙树菩萨又叫龙猛菩萨 那么龙树菩萨据说活了七百多岁 龙智菩萨活了八百多岁 他们都是正果的圣贤 为什么舍不得死呢 不是舍不得死 他在等传人 因为他真正的是从释迦牟尼 龙树菩萨开南天贴塔 把这个受金刚萨陀的传承 把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肉身可以成菩萨 肉身可以成阿罗汉的方法 通过金刚萨陀的净传承 传承到龙树菩萨 龙树菩萨又传给龙智菩萨 包括后来的这个莲花生大师 藏传佛教 都是从龙树菩萨是有传承的 连师也是收过龙树菩萨的设说 那么龙智菩萨活那么大岁时 就等一个不空大师 唐密的传人 也是口耳相传传给他了 所以大家从这个地方看到 佛教以宗教的形式不叫传承 它叫继承 它继承了加沙 继承了寺庙 它没有传承到 这个口耳相传的东西 释迦牟尼教给 他的这些徒弟 能够成阿罗汉 能够成菩萨的秘密传承方法 在宗教体系中没有得到传承 反倒在口耳相传的体系中不断 后来达摩祖是希莱 也是真正的传承人 所以是一带一带的 找一个传人传下去 从五祖传到六祖 传给六祖的时候 六祖是一个俗人 没有出家的 五祖门下有两千多个出家众 没有得到禅宗的制药 口耳相传 而五祖选择了一个烧火的 在厨房里触迷的一个俗人 凡夫传法给他了 所以是口耳相传的系统 是否一定在宗教中传承 不是 不是 那后来是时空点 六祖要度出家众 所以是他视线僧下 后来才被踢度 再出来传法 那六祖的传承人中间 很多是在家居士 今天你在这个尼泊尔 在这个藏传佛地中 去寻找 包括布丹这些国家 寻找的大法师 都是在家中 不是出家中 那么他们还保留了 大量口耳相传的口诀 包括这个连世 连世也是娶过太太 他有两任名妃 两个太太 所以大家要知道 在佛法体系中的传承 你也要找口耳传承的传承者 那么在西藏 因为西藏的五宗灭佛 当时仅止所有的佛寺都拆了 仅止所有的佛法流传 这个叫朗达玛灭佛 说那个时候大圆满传承 连世这个传承 那么就进入宿家体系传承 进入了这个父子传承 就是父亲秘密地交给儿子 在家里不犯法 别人不知道你在交儿子 把这个口耳相传 相传的这个传承体系 传承到今天 那你也乱了 这个为什么乱了 很多的传承是不完整的 就是整个口耳传承的这个 刚才我们说炼这几个身的方法 炼这个前面的气的方法 调心调神的方法 还有调身的方法 那么很多在口耳传承中 值得其中一点儿 而不明究竟的很多 比方七之座 大家都叫毕鲁哲娜七之座 七之座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你只有明理了 你真正的才能够在座中受用 才有觉受出来 你如果不明理 你就稀里糊涂地这么做 也是仿照着这个座 往往有些翘诀 你就没掌握着 就是那么一下子的一个翘诀 你没掌握着那个翘 因为你没有口耳相传 所以你就没有那个觉受 你是做了一辈子 还是做的空的 这个我们密宗中 有修这个 这个本尊法 升起次第本尊法 升起次第本尊法 很多人以为不需要气脉明点 生硬生硬地自己在那想 这是胡说八道什么东西 你看前面这个三条里面 已经要有气了 调身里面前气都要调脉了 调身的目的也是为了调脉 调里面的神气了 调息那是更是调气了 那么前面的调心呢 也是讲到了 要以心支配着气走 支配着精气神 精气神里面三指是气为关键 三中间是要道 所以是精和神中间是气为要道 都要调气了 那么你这个本尊是什么化成的 是神变还是思想的妄想 那你就知道了 是神变 是神变 是气变 是光化 光中化出来的 那如果没有这个光中化 你是自己用大脑 用八十 我们前面调心讲 你用八十一假一切假 你必须要用真心 你要用真心 用真意 这是前面 为什么我们这次讲三条 讲这么细 这是万法的根基 你修任何的往上再修 你这三条搞不定 你后面修的越快 你是拔苗助长 你修了一辈子是空花雪月 这个太可惜了呀 你不是没有时间修炼 你有时间修炼 你修空了 修败了 没修到东西呀 这不就是太可惜了吗 所以是你 你这个 大家如果做一个真正修炼者 一定要好好听这 连续几堂课的三条窍诀 你没有这个窍诀 你往上修什么本尊法 修什么大圆满 修什么七脉明点 都是假的 你修不出来的 修不出来的 所以在佛法中 也存在着一个宗教的叫传承 和修法的口耳相传的一个传承 我叫宗教是继承 因为庙都归他们了 袈裟也归他们 供养也归他们 而往往口耳相传的 师徒传承 都是很辛苦的 为什么 他不视线僧下 他不住在庙子里 不受信众的供养 所以大家要重视 今天你无论是基督教 天主教 佛教 道教 还是孔子学派 孔子学派不在大学里 很多去找孔子真正传承 一位大学里教授讲的就是 不是 非业 孔子的作王 孔子的大学 刚才我讲的大学 跟教授们讲的大学 完全不是一个讲法了 那个是修身的根在那里 为什么要修身 那最后也是成圣 孔子说我治于道 我自己一生的立志要成于道 叫治于道 据于德 德就是手艺 所以孔子一辈子 他不追求时速的 才色明时水 他就是在于道和德的一个追求 就是一个成道 就是一个手艺 德就是艺 一与人 他所做的东西的根据 都是人德 慈悲为怀 大悲为根 他才做 由于意 那么他怎么样的去做 那么用这个技术 意识技术 用技术 有饮有余的 来医于人 居于德 治于道 这是孔子真正的传承 也不在大学里面 也要找师徒 口耳相传 也是在民间传承 也不在今天的课堂 不在今天的学堂 不在今天的什么什么研究院 什么什么大学教授里面 他们都落于文字翼了 所以大家要找实证学派的人 求真觉 那么 调后天之身调什么 说是调眼耳鼻舌身 那么当然 意这个调 我们在前面调心那个部分讲了 身 身有五根 眼根 耳根 鼻根 舌根 身根 身就是这个身体 通过这个调什么呢 调对应的五脏六腑 眼睛 是肝开窍的地方 通过调眼来调肝 通过调耳来调肾 通过调鼻来调肺 通过调舌来调心 通过调身来调脾胃 那么对应着六腑 肝对着胆 肾对着彷徨 肺对着大肠 心对着小肠 肺对着胃 这是六腑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调身 这个身是个载体 除了载着神之外 这个身体的组合物 是心肝脾肾肺 五脏六腑 为主 叫五脑本书 它是根本 所以五脑不调 你的德行不调 五脑里面 有阴阳两种属性的物质 五脏六腑的阴性物质 它可以产生喜怒 哀乐 悲恐惊 七情的波动 有粒子就有波动 如果你把五脏六腑里面的能量调到阳性能量 它就可以展现出人意理之线 有序的五德波动 影响这个场 影响这个社会氛围 影响这个社会的风气 这就是五德 五轮 五常 五刚 是人类社会的根本 我们现在在瘟疫时期 这个西方社会的白衣天使 和东方社会的白衣天使 同样的伟大 他们展现出一种道德的风范 越是危险 他们越是去 所以我们的五脏六腑 展现出的人意理之心的五德 是代表着一个社会的进步 社会的文明 是由这个一个社会氛围 由一个人 两个人 若干人 大家共同的德行的感召 形成的一种气氛 氛围 这是一个场 这种正向性的能量起来了 才能战胜邪恶 在这种战役中 战胜瘟疫的战斗中 大家都做逃兵 没死到自己身上 没死到自己的亲人 都做逃兵 都做各山观火的 看热闹的人 这是一种下贱 一种缺德 一种德行败坏的表现 这就是人的体内的能量处于阴性的 幸灾落祸 各山观火 所以大家要重视 我们调身 是通过调眼耳鼻舌身 来调自己的心态 调自己身体的健康 不是简单的一个 调眼耳鼻舌身 那么在调后天的身的时候 到底什么时间调 二十四小时 上一堂课我们讲了调膝 要二十四小时调 这个调身也要二十四小时调 怎么去调 所以是古人讲的 很简单的一个口诀 坐的时候要如钟 这个寺院里的那个大钟 钟正直 然后望那一坐 有形 不是东倒 西歪 前腹后仰 这个敲这个二郎腿 歪这个身子 坐像一口钟 有形 身体正中 现在 对着 那个钟你看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 然后四平八稳 这叫坐如钟 然后两个腿不能岔开 不能齐坐 你像在古代的礼上面 你要齐坐两条腿这样 这是无理的 说是要么就盘坐 要么就腿交叉 那这个交叉有什么好处 这个使自己的体内下肢阴阳和产生光 不使自己的下体的这个能量耗散 刚才前面讲的宁和聚 这是什么 坐如钟 在椅子上坐也像一口钟 盘坐也像一口钟 不能东倒西歪 左请右请 前请后请 站如松 松树挺拔 你看有的人一站像个面条 然后浑身乱晃悠的 生怕他站着站着倒了 站如一颗轻松 有一个骨气在那个地方 人家一看你就精神了 这叫站如松 站如松 然后握如弓 弓箭的弓 握的时候你的脊椎骨要形成弓背 前面的头和脚要形成一个弓的弦 弓的弦 拉弓的弦 一条线 一条线 那么为什么 这个侧握 侧握的话 右手压住自己的耳朵 然后中间这个虎口 这样拖着自己的耳朵眼给它露出来 然后脚收回来 上面的脚收回来 下面的脚弓着伸直一点 这个时候你自己的体内的太极球 然后下腹腔的 这个阳瘾的阴眼 这个颅脑腔的 这个阴瘾的阳眼 刚好在一条线上 刚好在一个弦线上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在体内生成光 生成光 身体坐的时候如钟 顶天立地 刚才说了 上下前后左右都在生光 站如松 两脚生根 脚根有力 头顶清天 然后站像一棵松树一样挺拔 有力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天地的气 正气在体内也生成光了 前后左右都生成光 握的时候也要生成光 这是24小时调身 所以除了知道自己的呼吸 是否在调呼吸 是否进入膝下之外 在身这个方面 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体 是否东倒西歪 今天有沙发 所以大家都是齐坐 伴坐 缺乏了坐如钟 卧如宫 站如松 站一这个墙 靠着个东西 东倒西歪 那你只要东倒西歪 你的脉线不正 百慧和慧音不正 中脉不正 你的心就斜了 你的脉线不正 经络东歪西倒就扭曲了 里面的气机不顺畅 所以今天的人为什么 生各种各样的病 跟这个行坏了有关系 调身这个身行坏了 坐不像个坐相 站不像个站相 卧不像个卧相 我们讲人体要凝聚态 24小时凝聚态 那么你一旦的 不是这样的一个作战卧相 你十几日都在 使自己体内的气机打结 不顺畅 不顺畅 扭拨了 压住了 这个它就不顺畅了 气不顺畅了 心就烦躁了 心烦气躁 睡睡不香 坐坐不稳 坐不住 然后站站不久 然后导致的吃骂骂不香 睡觉睡不香 睡不稳 睡不沉 做事做不久 心不安 这些后遗症就出来了 所以大家调身 是什么时间调 24小时调 不是这个 想起来调一下 是要24小时觉醒 那么说是我们的调心 调息 调身 一天要调多少次 是不是你只有打坐的时候才来调 不是 24小时 什么是觉者 觉者就是24小时 知道自己的心安了没有 心是不是像一个心猿一马 像个猿猴上三下跳 像一个脱江的野马 意念纷飞 撒不住车 这是心的一个象状 息是否是从风到了船 到了气 到了息 我的身是否坐如钟 站如松 卧如躬 那这是什么叫觉者 觉者就是随时的 叫五日三行五身 三是多次的意思 但是你至少要醒三次 早晨醒一次 中午醒一次 晚上醒一次 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 那伊斯兰人家一天醒五次 但是是不是他也讲这个调心 调息 调身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他要做五次的礼拜 礼拜都要站好了 做好了 该跪的时候下跪 该这个取体的时候取体 我们这个华人 没有这些东西了 西方呢 只有形式化的 每天的 像天主教每天三次的礼拜 这个基督教每个星期的礼拜 我相信他们也没有在礼拜中去做三条 三条之后再来礼拜 那就在道中 那就跟上帝同在 你三条都调好了 你就跟上帝同在 你就跟佛如来同在 你就跟道同在 你跟天理同在 这三条是这样重要的一个事情 不是说我不用 是不可虚离也 可离非道也 但是我们今天都没个形了 都张牙舞爪了 都的心在外面 就胡思乱想 胡搞瞎搞了 失去了这个三条了 失去了这个决心了 然后我们在调眼睛的时候 眼睛要向内视 前面要看鼻子尖 定住一个准 这个静体安神 你这个心才能收回来 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你这个眼睛乱看 你的心就是乱的 乱飘的 一会儿看见美女了 一会儿看到美超了 一会儿又看到什么 电视剧了 又看到什么了 你眼睛飘 眼睛飘神在外面烂晃的 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所以你把这个眼睛 定在鼻子尖 鼻子是什么 鼻子是属翼的 这个鼻子是在我们的脸部有五月 鼻子叫中月松山 属土主翼 左侧 男的左侧颧骨 属于东月泰山 女的是西月华山 男的右侧是西月华山 女的是东月泰山 男的上庭 前额指是南月恒山 下额是北月恒山 这个男女是一样的 上下这个男女是一样的 东西是颠倒的 就是两侧是颠倒的 这个中央是中月松山 主土主翼 对应着脾胃要黄亮 眼睛 把眼神主翼于鼻尖 这首先就是栓心圆 锁翼嘛 刚才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你就把这个猴子 用这个鼻尖来锁住 拴住 那个意念会纷飞 就是你眼睛 心和神 这个神到了鼻尖 然后这个心弦气定 鼻子属气吗 气定 气定则一马福 前面讲的福气 你的心神就定了 心缘一马就 不再信将游马走 不再硬揉猴子跳 把眼神就聚在鼻尖 这个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 鼻子为气 反嗅 反鼻内嗅 反鼻内嗅 向内吸 吸到泥湾宫 吸到都脉 吸到任脉 吸到三个空腔 向内嗅 嗅是用力的吸 然后这个耳朵 是精的开窍的地方 所以是反耳内听 为什么每次让你们两个耳朵内听 两个眼睛交叉 内视 鼻子 要看着鼻尖 三个孔 同时往上吸 因为左右鼻孔 左属阳 右属阴 阴阳而气 鼻尖才是真吸 真窍 要把它通过眼睛的光 天目的光来 日月星三光在这把它咔嚓打开 鼻子才能真正的吸到中气 否则你只有左右阴阳气 你没有中气 所以这些都是窍诀 在止观法中 今天把道理讲给你们听 那么身条最终打到气脉通畅 通力道路无中修 十二经络 中脉通畅 任督两脉 毛油两脉 代脉 七经八脉 单道脉 这是我们调神 要坐姿正确以后 能够达到的这样的目的 每一次坐 每一坐都要达到体内有气 在变化 在经络中运转 在穴道中进出 在五脏六腑中变化 这样的一些真实的觉受 而不是在那瞎做 不是在那一坐什么都没有 然后再往高层次 调出身外身 那么有静患身 威系身 金刚身 坚固金刚身 报神成就 源于圣三神 圣英圣童 长公子 法王子真人 这是调出不同层次的身处觉 前面是神 后面是圣 圣体 中间是神体 那么前面是我们的身体 肉身之体 里面 什么叫静患身 静患身就是由我们的气和经络 组成的静患身 这个如果没打到透明化 它有阴阳两种身 那普通的这个气功 也可以练出神通 它是在自己的经络 气没有完全净化的时候 使自己的影子身走出来 但是这个影子身 出来这个肉体之后 它是可以有神通的 但是因为这个体内的这个经络没有进化 里面都是充满着阴气 这个出来的是阴身 阴阳的阴 阴身 所以它里面阴的东西 它一展现的波动 就是什么 就是魔性 就是魔性 所以说五脏不调 六腑不调 经络气血不调 出来的身是阴身 叫魔鬼 这个叫魔鬼 因为它这个展现的不是人意理智线 这个在四项线 三轴线四项线的 这个里面这个课程中 终极智慧中 我们讲得很清楚 你这个是阴性允结体 是魔性的 是背道而斥的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修了一辈子的人 有一些名气很大的人 张牙舞爪 展现出的是一个极丹的 有神通 很大的神通力 但是它的这个德行不行 它的这个身口意 一启动 纯粹是魔性的张牙 魔鬼的剂量 这是什么原因 这就是 它在前期修身的时候 调身的时候 经络气血没有炼 这个释迦牟尼说 药在于物也 它没有使它转换 那有一些重德行的修炼呢 它巴默住人意理智心的修行 然后也有身出去了 这个时候 体内五脏六腑的能量是阳性的 那么它是否就是真正的道体 不是 它是什么 它是阳性的神 阳性的神在我们就是属于天道 天道的这个神 叫天神 人神 地神 物神 这个系统 那这个基本上属于三善道里的天道 那么有一些是阿修罗道的修罗道 所以是它出去了以后 它也能在空间中穿越和行走 那么最高的去四空天 在第一点的在色界十八重天 在第一点的在六欲天 那么为什么 它是阳性的 阳性的 阴性的为魔鬼 阳性的为天神中的善神 善神 地神中的善神 包括土地宫啊 福德正神啊 城皇爷啊 这个山神 水神 风神 雨神 这些龙神 里面很多这就是天龙八部神 这都是属于阳性的 直日神 夜游神 日游神 太岁神 这些 这些都是属于阳性的 都属于天界的 天界 真道里面是纯阳 就是什么叫纯阳 阴阳都没有的透明光 透明光 透明的光神 这叫真道之神 要修修这个 这个是出六道轮回的 最低成阿罗汉 再往上就是菩萨身了 这是什么 这以前给大家讲的 静明神 静明神 所以在修这个幻神 一定要加一个静幻神 不要修一个阴幻神 也不要修一个阳幻神 所以这里面很多修法 那么在西藏密法中 为了防止一个人 出来的是阴阳幻神 所以他不让你自己 出自己的阴阳神 出什么呢 就是用本尊法的升级次第 直接修一个无人无我的空性 然后用观音 四壁观音 用文武百尊身 你修文武百尊的本尊法 来制约自己的身口意 用圣者的身口意 圣者的德行 圣者的力量 加持力 制约自己的阴阳神 阴阳神出体 所以我们在修幻神的时候 有一个真幻神 这个时候还不是你的最高层次的 那个成就神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微细身 微细身 微细身是把这个幻神修成一个点 这样的在光点中建坛成 在光点中化成无量身 光中化佛 不是无量光化无量佛 是一个点化无量佛 一个点化无量菩萨 当然这个叫微细身 也是究竟金刚身 也是兼顾金刚身 是指的这个 如果修成真幻神 这叫金刚身 金刚身 那么这是什么 这是最终的层次 也就是说修圆育圣 是为了这个目的 不是修圆育圣就完事了 是最终要修出这样的一个 报神成就 兼顾金刚身 兼顾金刚身 一个微细身的一个存在 这个前面呢 我们讲课提到了 无身生出有身 身又生身 那么你要从这个凡区中 再修身内身 身内身里面 再修一个身内身 身内身里面 再修一个什么 无身 无身 即无无身 无有何患 老子是这样讲的 老子讲的 即无无身 无有何患 无之大患 为无有身 你有个神身也不行 你有一个身外身也不行 所以你无神 无神你修到最后的微细身的时候 你继法界 法界继你 整个法界继是你的身 也等于是没有身 这是微细身 最小的也就是最大的 当然这个有待你们继续往下修 才去体量 才去正量 目前只是理量 理量就是老师讲你听 道理上你先懂一点 所以大家 这个理量也好 为什么 避免你张狂 有些人很张狂 一旦有个身外身 了不得了 一旦能够在法界 办点事了不得 张狂的要死 你到究竟地了没有 你的目的地还没到 你这只是过程 你有什么张狂 所以是避免神迷 避免进入神魔 神迷神魔 这个都要不得 所以我们不能搞个人迷现 组织迷现 个人崇拜 组织崇拜 这都是培养神魔 培养神迷的 这个错误的教学 那么你自己要正出 你自己的最终的威胁身 当正到最小身的时候 你就是最大身 这是我们最后的报神成就 所以这个修身呢 最后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不是你们认为的一个调身 在那姿势摆对了 这个就是 那么我们今天重点 先讲讲七之座 后面这些怎么调 这个很多是在无违法中 才能完成 我们今天先讲有违法的这个七之座 我们把它讲完 七之座 是这个知是什么 知分的意思 也就是七个部分 七个部分 也就是在我们第一个身体的调的这个过程中 刚才说调身是调里面的神和气 神和气 因为身体只是一个墨高窟 只是一个宅舍 窟宅吧 只是一个宅舍 只是一个洞穴 那么调里面的神和气才是主要的 所以每一支 每一个部分 都跟气有关系 都跟神有关系 都跟心有关系 所以这个七之座又叫披露遮纳七之座 那今天都是以为摆个形在那就完事了 不是 我们今天重点 把其中的神和气的这个部分 心和意这个部分 都要给你们带上去 为什么要这样做 形成一个理性 形成一个自己的定式 就是每一做我就必须检讨 这七个做法 那第一个 这是必备的 就是不是说 我这个只是meditation 我只是一个简单的打坐 我不需要这个 这是必备的 就是无论你修什么 这是地基 这是基础工程 一定要从这开始的 只是说你熟练了以后 就是几分钟就完成了 不熟练你要反复调到它 符合标准 再往下做 再去调心 再去调息 如果是这个坐姿不正确 你后面调息 你后面调息也是达不到效果的 你调心 息不调 心是乱的 所以我们在最后来讲 那么这是重中之重 要上去要重视这个 那么第一就是坐姿 就是身体你怎么来坐 身体坐姿呢 有双加伏坐 半加伏坐 散坐 以上这个散坐 这样的几个坐姿 那么坐姿是不是很重要 很重要 你不要以为坐姿不重要 坐姿很重要 以前有一个师父 他是修传宗的 这个天黑了 这个走不到寺院了 最后走到一个村子边上 遇到一个干枯的小河 这个小河上有一座桥 他就是要遮风挡路嘛 这个没有办法 就在桥下一宿吧 然后结果呢 他就盘坐 就是结加伏坐 双坐 两腿双加伏坐 坐着诵经入定 然后很舒服 等一会儿腿麻了 受不了了 这就把这个双加伏坐 就换成单加伏坐 这个时候就有点坐不住 就老觉得周围有东西干扰他 这个坐单腿 这个心也不定 然后也坐不久 也不行 腿又麻了 就换成这个散盘坐 这一散盘坐以后 一看周围全是鬼 这个扯耳朵 那个蹬衣服的 而且他吓得 赶紧又加伏坐 这一双加伏坐 又什么都没有了 等一下又不行了 又这个单盘 单盘 又这个 感觉不舒服 最后又散盘 散盘又看见很多鬼 这个后来呢 他就问那个鬼 说是你们怎么老弄我 为什么我加伏坐 双加伏坐的时候 你们不弄我 他说你这个 本来就是你在双加伏坐的时候 放光 这个我们在周围一看 这有一个金塔 一个金色的塔 放光 所以说我们都来朝拜这个塔 结果等一下一看 这个金塔不放光了 怎么变成银塔了 变成银色的塔 等一下才看见 原来是个和尚在打坐 因为他散盘了 散盘了这个和尚在打坐 原来你是个人的 我们就跟你玩一玩 结果等你加伏坐的时候 你又是金塔了 我们就又不敢 那个又要拜你了 这和尚都明白了 腿疼也不打开了 也是双加伏坐一玩 结果那鬼都变成他的护法了 在旁边护持他 这是一个禅宗的一个故事 你们老修往下修的人 一定要练双加伏坐 双加伏坐 就是两个腿叫五心朝天 两个脚心朝天 手心朝天 头顶朝天 那么有一些人说 师父你让我们是进入无为状态 无为状态是练神 有为状态是练行 练这个肉体这个行 那么为了让你们能够双加伏坐 所以又传了跺脚功给你们 但是你们不练 为什么你双加伏坐坐不住呢 是因为你的肾经不同 小孩子14岁 女孩子14岁之前 男孩子16岁 很容易叉叉两个腿 柔软得很 为什么肾经通 他没有由先天变后天 加伏坐的时候是不累的 不累的 然后越坐 人轻飘飘 越舒服 所以等你们破体之后 然后肾经开始堵塞 肾经在自己的下肢这个地方 堵塞以后 就变成你的加伏坐坐 就变成你的加伏坐坐不住 真正的加伏坐 双加伏坐坐住 它是很舒服的 为什么 两个腿是绒了 就是化掉了 不知道有两个腿 那我之前 那我之前跟大家讲 我坐九个小时 有一天坐九个小时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 坐九个小时 那么我有时也坐两三个小时 那么我用加伏坐的时候 可以自己在这个 离地 可以起来 地上有个气 把你拖起来 但是没有像人家 命令日巴大时 能够在空中飞 我一动念说 能不能再高点飞一下 砰就下来 这是什么 就是气 双加伏坐以后 那个时候还年轻 就感觉有股气 抬着 你没有坐在地上 也没悬在半空 只是地板离了地了 自己能够感觉到 为什么能够一指禅 二指禅 实际都是在这种状态下 气 隐隐 拖住你的行 拖住你的行 是这种状态 都是可以达到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是我们最后 要修炼到高层次 你必须要练的 必须要练的 不是说可练可不练 不是说一辈子 你都坐在椅子上 这样散坐可以成道的 这只是说 皆因有缘 刚开始 你们坐不住 要带你们进去 无为的棉光明定 这是让你们尝 那个道的味道 尝到那个罪的味道 罪的觉知 所以不要求大家 这个去强求你搬腿 那实际上古代的师父 他上去就练你的搬腿 就调形嘛 特别是人缘单法的 这个师父我知道 那他有一种铁笼 直接就是搬着腿 就是搬着双腹坐以后 然后直接上一个铁笼 一把锁给你锁住了 硬硬要逼着你 能够双甲腹坐 有的腿都因此就残了 后来他也不敢了 所以这个是硬硬的不好 那么我们教给大家 这个跺脚 一字跺脚功 很重要 很重要 这是为你们将来 能够双甲腹坐 打基础的 所以你们中间很多老修 已经修了四五年 到今天还不能双甲腹坐 要检讨自己的 也就是太极修身 没好好练 灵动八法 没有好好练 每天跺脚 这个两百下 一字跺脚功 没有好好练 这个修道 是要吃苦的 前期不让你们吃苦 给了很多方便 但你要到高层次 你所有的经脉都要开 一定要吃苦 要自己给自己一点苦头 那就是前面可以练腿 就是你不调这个 进入棉光明 来调这个练形 练身练这个腿 所以是先从单甲腹坐 练 最后要达到双甲腹坐 这是必须的 否则的话 你这个在高层次的肉身化便中 是不能完成的 不能完成 那么只有五心朝天 那这个两个腿完全的 这个在定中融化的感觉 然后手融化的感觉 身融化的角色 你才能真正升空 升空就是 你完全打坐多久 都不疼啊 为什么有疼 疼就是不通嘛 对不对 通了就不疼嘛 所以你哪里可以说还有疼的地方 有疼的地方就是你不通啊 就是不通啊 所以大家要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就是可以练腿 没有事情 你们打电脑可以练甲腹坐 坐着甲腹坐打 看书坐着甲腹坐看 累了 疼了 就换成单甲腹坐 再不行就换成散了 再不疼 不疼再赶紧再盘起来 这是对真正的魔王高层次 想练到最终的身外换身这些 是有这个要求的 不要当成永远的就在椅上散坐 地上散坐 这样的 那以上坐是前期是不得已 因为你们这个现在都不通力吧 人家通力道路无中修 你们这个没有调息 没有24小时调息 经络都不通 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等着通了以后 就开始要练腿了 要练腿 并且是要动弓结合着练 动以练形 练筋画筋 练骨画筋 练筋画筋 动以练筋 练筋 静以画气 无为出神 这是都是要必须经过的一些过程 前期刚入道的 你们刚来修的 就用椅上普通坐 椅上普通坐 注意脚底 这个双腿不要太宽 脚心要着地 坐椅子的三分之二 后背不能压 后背是督脉 是生阳腹 是生阳气的地方 你这个靠在椅背上 这个后面的这个 督脉不顺差 形成气阶 反照阴气很盛 有的人做完了 脾气蛮大的 什么意思 你把督脉压住了 不生阳 这个练经画脑 还脑 你这个大脑不清理 还不上去 压住了 所以越坐 闷了一股怨气 闷了一股阴气 在体内 越坐脾气越坏 性格越古怪 这基本上是都 没有练通 督脉的表现 所以前期 一定要重视这个 那么 这个散坐 也是一个过渡 那么 单加佛坐要注意 单加佛坐 这里面有一个 阴阳调和 我们今天在meditation中 这个男女 很多人都用一个姿势 实际上这是 没有通天人之学的 这些人在烂传 那么在古代 特别佛学也好 道学也好 基本上是 女子那个时候 是不出家门的 这个出家门了 这就是 这个 这个是现代的 妇女解放运动以后 这个大家平等 这是现代的 古代的女子 是不是走不出户的 一辈子只能在家里 连下地干活出去 这都不可以的 那么所以是很少有见女子修到的 所以是很多师父也没有传出女丹的方法 那么后来到了森波尔 这个全真妻子这儿 当时的八仙里面的和仙姑这儿 都有女子修丹的一些方法 修炼的方法 那么一般的佛家 你像藏传佛教以前都是男子修炼 女子只能做明妃 那么不能够有完整的修炼方法 靠男的带他修炼成功 那么实际上在传承 古代的时候 是男女平等的 我之前给大家讲了 在远古皇帝时期再往前 所有的东西方各民族 各人种 实际上都是以修炼 一是以修身为本 都是以回归自己是原本是道 原本是上帝之种 原本是如来这样的一个 为生命之本 所以是那个时候就是全民修道 所以留下了大量的 这样的传承的方法 就女子应该怎么修 那么其中在这个盘坐上 单腿盘坐上 就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这个在坐姿上 男的是左腿在下 女的是右腿在下 另一只腿在上 那它的原理来自哪里呢 男的左腿为阳 大地为阴 天为阳 左腿为阳 阴阳相接地 右腿为阴 天为阳 阴阳相合 阴阳相报 两条腿又是阴阳 又是人的阴阳相合 这天的阴阳相合 地的人阴阳相合 人的阴阳相合 这天地人三财 六阳皆阳 因为天两个阳化 地两个阳化 人两个阳化 那最后是六阳皆阳 大明中士 这你就懂了 原来是这样一个规定 一个规则 在我们男女的这个场性上 这个前后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这个都是复阴而爆阳 我们的都脉都是生阳的 任脉都是降阴的 那么左右它的场性是不同的 男的左手 左边的腿呢 是阳的 右边的是阴的 女性刚好相反 左边是阳的 右边是阴的 所以待会儿 这个盘腿的第二支里面 我们讲的首诀 也是有变通 所以是 咱们先把第一支讲完 那么这个不在椅子上坐 大家一定要用禅定点 禅定点 这个我们中心都有配备 这个禅定点呢 底下是一个方便 上面加一个小便 方便是割地的寒气 你无论是什么地板 特别我们南洋地区都是潮湿的 所以你一定要重视 不是直接在地板上可以禅坐 那么你在床上禅坐 很多的钢丝床 软 所以是自己的脊椎骨不能中正 弄得东倒西歪 坐不能如中 所以是鼓励大家呢 是在自己的床的旁边 放一个这个坐垫 那么禅定坐 那么禅定坐上面的这个小坐呢 是前低后高 这是防止久坐呢 引起的这个疼部的疼痛 还有呢 这个可以使自己的脊椎骨 保持像箭杆一样的中空 比直 让中脉和天地连接可以顺畅 使天地的能量 可以进去体内变化 这是古代的经验 传承到今天的禅定殿 那么还有一个呢 我们借鉴了这个 纳洛六法中 这个 米纳日霸大师传承下来的 这个打坐带 这个打坐带配上禅定垫 可以使我们的身形 坐如中不便 这两样法宝 应该每一个修学 meditation和禅定的人 或者是真正要实证 一生成就者 应该必备的东西 为什么让你放在床边上去 因为打坐 是有一个活子时 因为咱们南洋地区 现在在十二点 还有很多人没有睡觉 十二点到两点 这个时间 在南洋 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一带 是叫太阳时的子时 北京时间的子时 是半夜十一点到一点 但是因为我们是用的北京时 所以我们的太阳时 是十二点到两点中间 那么四正时都应该 修meditation都应该打坐 四正时是子和五相对 子时是晚上 在你们这儿的时间 是十二点到两点 那么正北京时间 是十一点到一点 那么其他国家的 都是你的太阳时 就是五时是太阳在头顶 竹竿没有阴影的时候 树一个竹竿没有阴影 那是你的正太阳 这个五时 所以从那儿在定 这个正子时 子五 这个时候刚好是天地 阴阳变化的最好打坐的时候 这叫四正时 还有个毛友 毛友就是正常的五点到七点 早晨的五点到七点 晚上的五点到七点 这个也是天地阴阳波及 变化的这个时辰 为什么选择这四正时 要打坐 是因为我们修炼 无非使用的是阴阳 无非使用的是阴阳 无非是利用天地阴阳 人体内的阴阳 自体阴阳和天地阴阳 相合 那这个时候体内的阴阳变化 化成光 就很容易 所以是古人强调四正时 都要打坐 那么还有个活子时打坐 什么叫活子时 就是你睡觉的时候 突然醒来 往往男的有波起 女的这个有性冲动 这个脸红身上发热 这种是叫活子时 男女活子时 这个时候都应该 披衣起来打坐 而不应该再睡觉 这在更高层次 我们再来细讲 所以是为什么这个鼓励你 在床边放一个坐垫 是这个意思 就是一旦有活子时 都应该起来打坐 披衣打坐 不要错过这个采聚阴阳 进行阴阳化遍的 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的 一些契机 当然也是你弄一个坐垫 你的床比较硬 后面有靠背 你在床上打坐也是可以的 但是前期是你的床 不要太软 木板床就OK 你放一个打坐垫的 那个小垫在上面 或者垫一个硬一点的枕头 在屁股底下 都可以打坐 尽量要屁股有一个垫的 这一个垫 使自己的脊椎骨容易装置 使自己的坐如中的坐姿 不会改变 这是第一个 使自己的双腿 坐姿 这是打坐的第一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是什么呢 第二个要点就是 手印 手印又叫定印 我们又称为成灵觉 成灵 成是成解的意思 灵是灵光 灵气 灵神 灵物 在高层次修炼 你在打坐中 师父们会通过你的掌心 把这个过去式 你修炼的东西叫 物质不灭 能量守恒 它通过今生的结束 给你送回来 那么它也是通过你的头顶心 或者手掌心 或者脚掌心 进去体内的 为什么要五心朝天最后 那你的脚心压在底下 师父想送 它是地宝 它送不进去 因为真正的修炼 是灵修 是神修 是气修 不是你的肉体的修 那么在灵修这个方面 有法界师父的加持力 就是这些成圣的 或者你过去式的师父们 他要来给你东西 所以这个守绝就很重要 很重要 当然我们还有一种守绝 叫八卦子五印 前期和高层次修炼 大家还是用成灵绝 有些特殊法的修炼 我们才用什么 八卦子五印 去使用 那么前面也强调了 南的左是阳 右是什么 阴 所以是 这是代表人盘 手印是代表人盘的 脚是代表地盘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南的要重视 左手在上 右手什么 在下 师父你刚才讲的 这个是左为阳 天为阳 地为阳 你记住 这是什么 这是人盘的守绝 不是地上的 不是地上 所以他就要你阳和阴 什么 相合 但是阳在上 阴在下 压制阴 所以是 那么这个 注意这个 手绝的 翘绝是什么 就是 你的手指 不要丙在一块 要留一些缝隙 手要留一些缝隙 然后 左手和右手 上下 也要留一丝缝隙 然后 母子呢 要 这个虎口 要圆起来 这虎口啊 虎口 你不是要圆起来 不是这样扁着 不是这样捏着 一定要有一个圆 圆孔 然后 这个呢 这个圆孔对着肚脐 因为这是什么 既然叫成灵觉 你这个肚脐是神阙 是神门 体内的很多神 他要升天 他要先在你这个手 虚这个地方 待一下 待一下 或者他出来 跟外神相接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像一个亭台楼阁 他在这停留一下 停留一下 所以这个是一个原相 但是你记住 一定要都留一点缝 拇指相敌 这个手掌 不要碰在一起 这是窍诀 女性呢 就是右手在上 这个强调 不要说 我们学佛 我们是什么 不是 你这个 是哪国人 是什么宗教 没关系 这是生命时下 你老找实实 照着做就行了 不要固执己见 我们为什么这一次 把这个调身讲这么细 就是跟你讲通道理 这个不是哪一个师父规定的 你因为迷信一个师父 说我的师父规定是这个样子 那你就错记了阴阳造化之机呀 你这个肉体 你是要把它化成光的 不是你这个肉体 不属于哪个师父的 你不能去跟着哪个师父 硬性的这样规定 你去做 你这是 我们讲通道理 这是天地自然大道 是指描述这个自然大道 让你和自然大道相合 相配 相阴阳感交 来造化你自己的道体 它不存在着这是哪门哪派 是这样 我们这一派 这都是你自己人为的一些东西 说这个窍诀呢 这是第二的双手解定业 这是第二要点 就是从下往上来 第一要点做姿 第二要点手印 那么往上第三要点呢 这个身体要做直 做直 这刚才说你最好做一个垫 腰要挺拔 这个腰不能 哈着腰 不能切着腰 不能左侧右侧腰 那么这个尽量在整个的 这就是腰要有点力 懂不懂啊 这个含胸拔背 含胸拔背 腰腰有点力 往下坠 叫做臀坠腰 屁股要往下坐稳了 腰要坠 往下像坠腰石一样 有个东西往下坠着 这一坠脊椎骨直了 所以是 那么并且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 都要保持这个做臀坠腰 做一定坐稳了 所以为什么让你们配打坐垫 一定把它坐稳了 然后这个时候体内的脉就顺直了 脉内的精微能量 也就可以顺畅地流动了 只要这个流水不负 然后气就平和了 气一平和了 自己的心就平和稳定了 所以如果身体不治 脉会拥塞 导致大量的气急不畅 气急不畅它乱 然后导致你的念头就乱 不利禅修 所以这个身体的坐直 这个是很重要 这是第三支 从这个七支 你从下面一支一支地数 然后第四支呢 是自己的双肩要保持平齐 腋下张开 不可一高一低 放松自然 这个双肩 双肩要抬起来 抬起来 腋下要张开 腋下要张开 不要这样手夹着 腋下 肩要平 要端 要端 所以不要塔了这个肩 这样一放懒 塔了个肩 要张 坐臀之腰 腋下为张 双肩微微地向后张一下 不要向前请 向后张一下 这个目的有两个 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在修炼的过程中 之前讲过 这个腹系和母系 的这个修炼 也就是说 在我们修炼的时候 你双肩张开的时候 十几两个肩颈里面 会弹出两朵莲花 左肩的莲花上 会连接腹的九足 右肩的肩颈 右肩的肩颈 莲花弹出以后 会连接母的九足 这个我们在唐密的文物中 找到了这样的根据 这个在唐密的这个相关文具中 这个我们看到了度母 度母肩上的莲花 他居然是男的 左肩为羊 所以他是一个莲花包 右肩为阴 他是一个张开的莲花 女性呢 女性的这个塑造的这个菩萨像 他这个右肩是个莲花包 左肩是一个莲花台 这些典型在那个时期 已经对这个男女修炼 因为在唐密的时候 布空大师在宫殿里 带了很多公主和阔太太修炼 那些达光贵人的太太修炼 所以是他有这个男女 这个相应着 对应着天体 自然阴阳的这么一个 相合这样的一个传承 那么我们找到了根据 我们在这个相关修炼中 有一个同修挺有意思 我们在做这个和九族同修共正 特别我们做清新宵夜的时候 后来他来跟我们说 说师父这个 我为什么一个莲花高 一个莲花低 这个双肩的肩颈的莲花 是应该一般高的 他呢是一个高一个低的 所以后来我们工作人员给他起个名 因为我不太记着 咱们有那么多学员 我这个不能一一对号 后来他们就给他起了一个 很好听的名字 叫一朵莲花高 一朵莲花低 因为他这个他反映这个功效 所以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可爱的名字 那这是什么 这是实相 就是你的双肩为什么要张 你双肩要平要张 目的是这个父和母的这两股基因 通过天和地的阴阳 可以通过你的肩颈 螺旋着进入你的躯干 然后再从两个腿的涌拳连接地线 右肩莲花通过左涌拳连接地线 这个连接天 左肩莲花在右涌拳连接地 这个连接天 他就完成了天地螺旋 在体内净化你父和母的基因 利用天地的力量 为什么古人称为肩颈 大家知道古代没有自来水 它有一个颈口 颈口 肩上为什么有个水颈 肩上水颈打水 水在哪里 所以实际上古人都是 生命科技的高手 所以它把两个脚底叫什么 叫涌泉 所以从左肩打水 怎么才能打上水来 要你右脚涌泉开 左肩莲花才开 才高 要你左涌泉的开 右肩的肩颈 才有莲花生 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的 镜瓶里的不死的阳流之 不死的莲花 所以大家要知道 修炼 剁脚功很重要 打开涌泉 肩颈 我们在七支座中 肩颈 才能往外冒出莲花 才能真正的完成天人合一 人天合一 用天地 大造化 来造化我们这个小宇宙 使它彻底变化 这样的一个事实 这在古代早都认识了 我们今天都不懂 只知道要这样做 什么原因 今天告诉你们 所以要做好 要做好 夜下为什么要张开 夜下张开 这个古人称为我们的夜下 叫黑风洞 也就是我们胸腔里的垃圾 从哪里出来 很多人以为从掌心 劳工穴出来 不是 真正的夜下的垃圾 胸腔的垃圾 是从夜下这个地方出来 所以我们有时候 夜下会出汗 就排毒 那么还有恶臭冒出来 有的人有狐秀 那么什么原因 就是体内的垃圾 从这大量的排出 大量的排出 这个叫黑风洞 所以你必须夜下张开 在做的时候 阴阳调红的时候 胸腔的大量的 不好的东西 通过夜下这两个洞 就排出体外了 所以必须要做好 做对 那么下恶为收 取静悬顶 这是第五支 这个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说这个没所谓 不是 你这个是做不好的话 你整个的静椎这个地方 是没有办法放松的 一定要记住 这个恶下寒珠 这个下马可一定要 下恶为收 你看你试一下 你这样一收 往上一悬顶 什么叫悬顶 头悬梁 追刺骨 这好像你的古代的头发 不是一个法级吗 那你要用这个一根绳子 把它吊起来 叫悬顶 所以只要一下恶一微收 顶往上一顶 整个脊椎骨 你看 连带着颈椎骨 这个胸椎骨和腰椎骨 它就起来了 这个脊椎骨多么的重要 脊椎骨是我们的 这个后面的真正的 我们叫须弥山 我们整个人体 如果把脊椎骨拿到 你就是一堆烂肉 你没办法支撑自己的 所以这个是一座山 它支撑着我们能够正直 整个身体坐直 站直 卧如宫 都是在脊椎骨这个地方 这里面很多中枢神经 都在里面 所以这个必须把它挺拔 那么这个下额为收 它作为第五支 第五部分是极其重要的 不可以丢掉下额为收 还有取经悬顶 一定要有个悬顶 往上顶 这个往上顶 将来你才容易把顶门顶开 顶门顶开 你没有这个顶劲 这个顶门是不太容易开的 这都是窍诀 不能够把这些窍诀丢了 自己去创编 这就差不多就行了 就这样就行了 那不是 这个是七药支 七药门 七个重要组成部分 少一不可 那么第六 这个药支是什么 双唇轻壁 两个嘴唇 轻壁 不要使劲抿着嘴 有的人在那打坐 看着他一脸难受样子 鼻子不鼻子 脸子不脸子 然后槽眉不攒的 这个肯定练不出东西来 因为心没有开 所以是双唇轻壁 上下牙齿轻味相合 舌顶上恶 这个是很重要的侨诀 为什么 这个两个嘴 嘴唇是对应着我们的脾胃的 脾是什么 脾是阳土 胃是阴土 阴阳土和才有真土和 所以你哈巴这个嘴唇 有的修炼 你看在那打坐 这完蛋了 阴阳医都分家了 你真意怎么生成 真意不生成 你怎么做圣观 你后面怎么去修炼 所以这个双唇威壁 你看似简单 它是使自己的先天意和后天意 能够在这个地方合规 很重要的一个窍诀 不能够可有可无的 舌顶上恶呢 舌尖轻顶上恶 上恶外面就是人中 这个是什么 这是使任督两脉 把它粘合起来的窍诀 否则的话 我们嘴一哈巴 然后任督和督督在这断了 任督是我们体内的总干脉 叫阿窝地干脉 是使我们的这个 这个纵向脉线 这个以前我们说 我们要练身 是先要把它练成一个纵向的 两侧纵向的 横向的 中央支撑的 三脉七轮是支撑的 然后还有这个左侧 左斜方 右上方右下方 右上方 这个左下方 这个斜脉 最后缠成一个什么 缠成一个 毛毛虫化变的壳 这个身场才利 这个认督二脉 怎么能够起到一个 这个闭合而支撑 就是舍顶上额 舍顶上额 认督一交汇 阴阳相合 天降甘霖 舍下悬营 生处金净玉叶 然后口中 舍上有水 为天河水 那这才开始有东西 这口金叶下去才化金 金 这口金叶下去化金 有了金才炼气 所以这个舍顶上额 是为什么我们老是顶不住上额呢 业掌 你那个阴神老把它扒了下去 所以什么叫抉择 你在整个的这个缠坐过程中 你的舍尖是否一直顶住上额 这是前期 它只是起到一个任督的相连 产生金净玉叶 天降甘霖 活至自己体内的魂魄神 因为有这口真水 下去就可以降伏自己的真火 使水火积际产生气 这是第一个层次 另外一个层次 这个舌头又叫灵台 是你的灵 将来从胸膏膜下面 要出体 穿过百慧 出到头顶 上方去 举头三尺有神明 它的终极站 所以只有舍顶上额 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舍主上额 前面是舍顶 后面是整个舌头 顶在 不是上额 顶在整个上额 在口腔中直直地顶上去 这个时候才把那个灵 给从头顶送出去 灵才能出体 叫灵台 叫灵台 前期你都不顶 后面你的灵台 怎么送灵出体 可是这些七门要诀 七之做法 披露遮那七之 披露遮那是我们的大日如来佛 是我们的法界体性佛 是根本成佛的窍诀 也就是说 这七个 你哪一个都不能少 少一个就不对了 你就不完整 你就不能化变 就不能够究竟成就了 所以说是古来的学生们 弟子们 老实八交 师父一旦这样讲了 他绝对这样做 现代人不行了 现代人 你不给他讲明白 他不要这样做 你讲明白了 未必他还要这样做 他这个聪明 他可以改造 他可以改变 为什么我在接受这些师徒传承的时候 师父都首先让我发誓 你不可以改变 这不是我的东西 这是老祖先的东西 你不能自己随便改变 所以我做的时候 一定要想办法 就极力的从觉醒中 看我七之做 师父都做到位了 我在教的时候 也是教你们这样做的 但是你们下面有几个人 在做止观法的时候 重视了这七之做 没有几个 都是乱改 我听你们经常给人代工 都是乱编的 不是讲这七之做的 都是乱编 当然我们真正在止观 七之做没有办法给你这样的 像我们这样用三个小时 去一个多小时给你讲清楚 没有办法 时间不够 所以只能是听老师的话的人 你是有福的人 照着做的人是有福的人 那今天是没有办法 把这些道理给你们讲明白 所以这个呢 第六之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同时要在舍顶上恶之后 加一个什么呢 这个放在第七之也可以 第七之是双眼为闭 自然的目视鼻尖 目视鼻尖 有的人说看在远方不行 散了 你只要望身前一看散了 所以你就不在自己的身上找 所以一定要看鼻尖 看鼻尖的白 能不能看到白不要紧 不要大张着眼睛 当张着眼睛露光 然后就容易分神 微闭双眼 也不可以全鼻 闭目会使自己昏沉 很快就昏睡过去了 所以关着鼻尖干什么 调膝 调膝 把这个出入戏调平了 前面不要闭气 前面跟你们讲了 看着鼻尖 吸呼 鼻吸鼻呼 吸呼 吸呼 有风 会听到 嘶啦嘶啦的风声 这是风 这是思想里的风响 慢慢这个 听不到声音了 这个时候气还不顺 有时还要这样一下 这叫喘 有的时候 左鼻孔不通 右鼻孔不通 所以你还要配上什么 配上九节佛风 那当然在这个相关课上 我们都教 在这儿我们没有办法再教 九节佛风 所以希望你们系统学习 去学九节佛风 九节佛风是通力道路 是自己双鼻孔 阴阳二气 出的均远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调节方法 然后通过九节佛风的调整 可以使喘向不见 无非喘向就是 一个鼻子通 一个鼻子不通 这就是喘 就有喘向 那么喘向 你有喘向 你再想练到下面的气 和吸向 就是不太容易 所以是用九节佛风 可以通力这个鼻子 是鼻孔的气 两个鼻孔出均印了 这就进入气一下 那这就是什么 这是双眼微睁 自然的目视鼻尖 不要大睁眼睛 不要全臂 然后关鼻尖 调鼻息 从风到喘 到气 到气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可以 引气 内形 用吸 鼻呼 的方法来内调 前面调吸都讲了 这要调到什么 谎息呼吸 呼吸 谎息的状态了 请闭双眼 如果是吸 没有调 你就 不可以 闭双眼 那么内观 吸调后 内观时 一定要 轻闭双眼 这是 要进去 谎息呼吸 的状态 完全 像内形 不要外在的东西 有一点 吸调了 进入吸向了 请闭双眼 然后 气的时候 也可以 但是最好是吸 但是你们前期练 在气的时候 可以微闭 两个眼睛内视 两耳内听 这个时候 调气 吸 闭 呼 这个时候 是可以 进去闭眼睛的 前面的风和喘 不可以闭眼睛 一定要 微张 双眼 双眼微张 那么最后是 清闭双眼 进去 黄息呼吸 呼吸黄息的 这个状态 那么在 盯着鼻尖的时候 要加一个东西 就是 双眉舒展 面带 面带微笑 把这个眉要展开 舒眉展 目 面带微笑 这一个动作 刷自己就松下来了 就整个就放松下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 双眼 灰睁 自然 目视 鼻尖 然后 舒眉展 目 面带微笑 这个过程中 然后在这个地方 调息 调息 眼睛 天目的光 对着鼻尖 使鼻尖一窍 能够打开 那么最后进去一个 黄息呼吸的 这么一个状态 今天时间的关系呢 大概调身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这个大家可以 不要这个听了 就白听了 这个听了以后 你们大部分人 都是会直观的 有心学员 如果进来 不会直观的 工作人员给他连接 给他直观的连接 让他们练 让他练 这个对照着前面讲的 三条练 练几天 然后等老师再带 你就知道自己的差距了 你不要以为你听了 你就会了 等我再带 你就还是会找到 自己的差距 如果你不练 你等着那天 我带着练 你会找不到差距 你不能进步的 所以这几天 大家是没教给你们 什么新的方法呢 就是听了这个 练止观 找差距 这个跟之前 自己练止观 有什么不同 现在用了老师的 窍诀 练止观 这个有什么不同 今天的课程 我们就到这里了 时间也到了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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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